今天是3月24号 看看我们前院这个野花灿烂 我怎么会舍得捡呢 我有一次不小心捡了 我儿子可生气了 小的时候他总是摘这些黄色的野花 叫做幸运草是吧 好像杂酱草 学名叫什么 反正就是San Petri Day的那个三叶草 三个星星拼到一起的 他小的时候就总得有摘花 哎呀那时候还是多么的可爱啊 像现在这么叛逆啊 说啥都是错 but anyway 我们家就这么野草野花就由他长了 因为我也喜欢这种自然的状态 就是捡草我也得留这一树呢 对吧 这太美了 所以洛杉矶的雨 看来要停上个四五天 下周二三才继续游雨 所以这个时候再看这些被雨洗礼过的植物 多肉 真的是干净漂亮 太好看了 然后玫瑰也开始冲冲冲的拔 还没看到几个花蕾 但是长势非常可喜 怎么看就怎么开心 没死了 这个花园这个劳作 这回报真的是太高了 我就每次出来心情都大好 可以一边听录音 一边工作 一边干农活 竹子 好吧 前院要给他做得很工整 后院嘛 反正就是天然的公园嘛 后院就是个公园 前院呢 就是把它做得讲究一点吧 红玫瑰 三颗 Huntington Hero Blue Girl Love Song 好健康 哇真的是情话 这个龙莎宝石呢 希望他能够今天串几根笋 挂的这个围栏上吧 还有那个Bright Light 黄色的 Double Dead Light 还有薰衣草 薰衣草我都拔掉剪掉很多 因为长势太忙 但是留下的这几颗薰衣草 现在紫色的那个花都拔出来了 非常好看 速度最快的应该就是这个 约翰斯和劳斯 真的冒损开花最快 然后花蕾也出来了 每年都是它开花最早 一重重的 超级美 很少看到网上讲这个约翰斯特劳斯 我们家因为这里一二三 有三颗 哎那简直是 每年是开的热闹啊 这个是Tiffany 然后又是约翰斯特劳斯 还有这个我捡矮了很多的玛丽莲梦露 一年有九个月都在开花 这会修生养息 看到我要加一些我的法宝 这个时候最应该就是蛋铃甲蛋肥赶紧先上 之后再上铃甲肥 好我有非常棒的这个蛋肥推荐 哇真的是这段时间还有特价 我赶紧团它个五瓶十瓶 我自己都已经买了十瓶了 正好够这段时间的这个春季 打笋牙这个生长期 蛋肥是最重要的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点购买链接 直接下单 洛杉矶地区的可以来我们家拿 好像价格大概就十块钱一瓶吧 反正来拿免运费 还可以免费过来赏花 好我们一起成长 从黑手指变绿手指 一起享受在玫瑰坑 种玫瑰的乐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 转发分享给更多的玫瑰花友们 在洛杉矶的玫瑰花友们 可以坐下来赏花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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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